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师又陷入昏迷了 斯路德全队 优先掩护主舰 回来 总队长 医生体数量太多了 我来把他们引开 法尼亚 导师还在昏迷中 别太冒际 没关系 我和导师的链接还在 我 我不会让大家有事的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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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法尼亚 你身体追上来了 收到 快来对付他们 导师还好吗 她冬天 可有数字 可有数字 我认识了 否刜 能顶ặc 命快 嗨 ,見 muchas恐怕 暂时不用担心 作战开始 我将这些家伙 引导到前方预定作战军 追射来了吗 别想阻拦我 法尼亚 小心他们的攻击 遇到我了 在空中 陨落吧 大量异生体出现 请集中注意力 那就 换起雷电元素的力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一声铁 我们要做点什么 虽然解忆十章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 明白 我们至少要做些什么 成功了吗 不 不对 他 他再生了 娜娜下落 快离开 一声铁射在聚能 卡尼亚怎么办 喂 娜娜 通讯被干扰了 刚才的消息是两分钟前发送的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在一声铁的射程妹了 快点 可要 可要 快点 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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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导师 你醒了吗 之后再和您解释情况 现在 快和我们撤退 导师 你去哪儿 芳妮 好 厉害 法尼亚 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抱歉 我没事了 导师 恢复一时了 法尼亚 好好教训一下一身体 当然 让人 老师 谢谢你 身体还好吗 让你担心呢 法尼亚 刚威胁医生 凋零云母 坐这儿开始 法尼亚 我还以为你挺不过来了 魔法师 别吓人好不好 她的攻击威力很大 一定要躲开啊 法尼亚 她的攻击强度越来越高了 别担心 这些攻击 我都可以伤害她 你一定要把握好相处的范围 要不要担心 不容易 我都可以 我 我 真是难辞的大物 他似乎这一步偿化了自己 法尼尔 法尼尔 法尼尔就是现在 我明 可睡虫睡爽了吗 老师 下路这次表现得不错吧 奈娜这次的援护非常不错 小菜一碟了 下一站就是波加兰德了吧 接下来又是个麻烦事 假路 不会又要哭鼻子吧 真是的 奈娜你欺负人 法尼尔 欢迎回来 世界的终结 并非一次巨象 而是一声摸眼 她们倾刻间布满天空 自此 人类失去了生存的自由 被称作斯路德的少女们 将一指化作羽翼 守护着残存的人类 经过了 经过了漫长的战斗后 人类终于获得了一种 可以阻断一身体感知的造物 并将之命名为 繁 躲避在帆下的人类 却逐渐忘记了斯路德的重要性 现在我只希望 能尽我所有可能 为驰骋天空的少女们 在阴霾中点亮一盏灯火 让他们有可以前行的道路 和值得牵挂的归宿 只愿这片天空 不再有人坠落 啊